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世界最快的Evo9排量只有1.8升,但功率却超过2000匹 四分之一硬力也就是0到400米,只需要7.88秒,是不是很诧异? 4D63原厂就有2.0升的排量,但这款Evo9却缩减到了1.8升 酷刚刚的见多了,缩刚刚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先来看一段加速全过程吧 怠速不稳的都是很角色,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这款进行了四届改装的Evo9原地怠速就有2500转 极限转速更是达到了13400转 而且破级录的这段视频还不是它火力全开的状态 当时正处于低动压模式 至于为什么没有调整到极限动力一会儿聊完你就明白了 这台Evo9出自于希腊一家改装上,名为Extreme Tunis 很多关注赛事的朋友对它应该不陌生 他们在这台Evo9上倾注了很多经历 与其说是改装不如将它称之为改造或者制造 通过连杆、曲轴还有涡轮这几张图片就能看出来 每个零件都是经过重新设计制造的 甚至连涡轮扇液用的都是碳纤维材质 至于排量为什么会减少 我感觉和重新设计的活塞、连杆以及曲轴角度有关系 改造过后的钢圈有86毫米比原厂还多了一毫米 但做工形成就缩减到了77毫米 比原厂少11毫米 这就代表着它的下支点应该更高 而且那么大的涡轮提供的进气量肯定非常恐怖 据说每分钟能提供220磅也就是99升 钢内压缩比高达15.8比1 所以发动机内部零件不仅需要强度更高的材质 还要更粗更大 于是X-Dream Tendus就用上了航空级的钛合金 以及更大的尺寸 在配合特殊设计方案增加了发动机内部零件的强度 让这颗四方引擎足以负荷2100匹的超高红率 但意外往往都发生在你忽略的地方 这台一波9最后一次测试 确实将功率提升到了2000匹以上 只不过变速箱不太给力 离合器坏了不说 无挡还没了 所以最终成绩停留在了7.88秒 尾速298.7公里 不过听说后来这台一波9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你能知道是多少吗 我是急速车士 专机关注二组 你想看 等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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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